强震发生全台田窑地洞 桥面晃动剧烈 通勤族全都停下 生怕桥面下一秒就会崩塌 4月3号的上午7点58分 花莲发生规模7.2强震 加上深度仅有15公里 至今人在重建复苏中 不过近日专家也提醒 华东纵谷断层 南段的立吉路也断层 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 没有发生大地震 未来发生规模6以上强震的几率 将会非常高 除了东部的断层带 需要注意外 专家也指出过去30年 极少发生地震的西半部地区 包括桃竹苗中张头 以及高屏等地都要格外小心 其中新竹不仅是 台湾的高科技产业重镇 人口也相当稠密 由于不知道地震的周期性 一旦发生强震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其中来讲新竹断层 就是资料没有非常少 那因为它通过市区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样的断层要特别注意 适逢921大地震25周年 即便多年过去 仍无法淡化民众对地震的恐惧 因为截至9月20号前 发生规模6以上的强震 已经多达10起 创下25年来的新高 而今年地牛频频翻身 平时扎实演练 千万不能轻忽 抵震威力 才能让事故伤亡 降到最低 三新闻洪瑞台北采访报导 大地震的